接下来全球信场 更多内容把时间交给韩语 韩语早安 早安 早安 大家早安 国际最新先聚焦到 美国的对台军员进程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在当地时间16号是表示 美国很快就会透过 国会去年批准的一个总统拨款权 就是要来提供台湾额外的 重大安全援助 那么其实路透之前就已经报道过了 拜登政府他们是打算 要比照对乌克兰军员的一个紧急授权 运送价值5亿美元 相当是台币154亿的一个武器 来军援台湾 而美国截至目前呢 其实已经采取这种军援的方式 军援了乌克兰至少35次 而在同一个时间呢 对台的进程上 美国众议院的外议委会 在16号呢同一天 同样也是透过了 台湾国际的团结法案 将会对抗大陆对试图呢 是在国际组织扭曲 关乎台湾事宜的一个行径 那么改法案是强调 联大2758号的决议 只是呢要处理大陆的问题 代表权的问题 但是呢不会涉及台湾 而在两党支持下呢 法案是获得了口头的表决 是无意义的通过 那么接下来就会运送到了 交到这个众议院的院会来审议 那么美国现在呢 是持续加大对中围堵 而在即将与日本登场的 一个G7峰会上 七国领袖呢也是针对 如何来遏制中国的策略 来进行一个讨论 那么议题呢 也将首度的纳入经济安保 还有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那么这其实呢 同时也是牵涉到了台湾 东海台海东海 还有南韩三方的稳定 那么日经新闻16号就引述了 消息人士在会后发布的 一个联合声明中呢 是渴望载明 把台湾海峡的安全稳定重要性呢 加入这个联合会议的 这个会谈里面 那么目前呢 七国的领袖 已经为此做了一个 最终的协调沟通 另外呢 报道也点出了 这一次的这个声明中 领袖他们呢 还将会强调 包括法国在内的所有成员 对于台湾的基本立场 是没有变动的 那么其实呢 会特别点出马克宏 是因为他在4月 访问大陆的时候呢 他就提到了 欧盟不应该要当美国的跟班 而且呢 他说台湾有事 不等于是欧洲危机等 这个发言呢 都引发了外界质疑 所以呢 G7内部呢 是不是不够团结的 这个舆论 当时也是发酵的 因此呢 这一次的声明中 也将强调 领袖他们对于 台湾议题的共识 那么在峰会登场前夕呢 东道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更点名了 中国还有俄罗斯 表示呢 不允许中俄两国 是凭借实力 来单方面的改变现状 对此 大陆外交部在昨天呢 也反击了 发言人汪文斌 他表示 日本部分的人士 在为军国主义来召唤 来听汪文斌说法 作为此次 七国集团峰会的东道国 日方沉迷于 挑动和制造阵营对抗 损害地区利益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日方老调重谈 不遗余力抹黑邻国 不乏以此掩盖自身 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波斯坦公告 开罗宣言等国际法律文件 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法 国际法基础 这些文件都写明 台湾回归中国 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 日本国内一些势力 极力美化侵略历史 为军国主义招魂翻案 甚至鼓噪 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这不就是在企图改变现状吗 目前其实各国领导人 都已经准备是要启程前往日本 不过在启程前也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的子孙 昨天晚间是遭到人锁定攻击 只因为嫌犯 他是不满马克宏 当天晚上的一个电视专访的内容 因此就迁怒到他的子孙 对此马克宏他表示 暴力行为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么作为总统 相关的行为更是无法容忍 马克宏呢 他是在昨天晚上接受了电视台 为自己的税制 年金还有经济等议题 来为自己辩护 但是呢 部分的内容引发了民众相当的反感 所以呢 各大城市皆有自发性的游行 还有集会 那么他们就是要抗议 退休制度的改革法 那么针对这个事件呢 目前已经有八个人招待 其中呢 有几个人是曾经有过犯罪前科 那么最后呢 镜头还是回到广道的G7峰会 那么随着代表团 记者还有旅客 现在呢 都是纷纷抵达广道 为了要反映G7各国领导人 他们的饮食文化 当地的一个厨艺学校 还有店家呢 都推出了各个口味的御好烧 包括呢 淋上加拿大蜂糖浆 放上香肠还有酸菜 甚至呢 连英国的炸鱼薯条 都满满的铺上 一起来看 竹脚肉在烤盘上 自自作响 但这不是 你认知中的御好烧 因为有别于面糊 碎高粒菜 梅乃滋等 内容物 已经被换成 英国炸鱼薯条 意识培根淡面 甚至海边淋上 满满风塘浆的 加拿大御好烧 原来是因为G7 即将在日本广岛登场 为了要推广广岛当地美食 当地的御好烧协会 特地是以七国领袖 所代表的国家 研发属于 当地饮食文化的 创意御好烧 其中就包括 美国版的汉堡肉排风 英国版的炸鱼薯条 配上塔塔酱 德国必吃的德式酸菜 法国则走薄饼风 把所有的食材 都包在可丽饼 意大利则以Q弹面条 作为基地 淋上特制酱料 而加拿大则是将 煮熟的苹果夹在中间 淋上和和有名的 加拿大鳳桃浆 接着方会推广 广道传统美食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但是老人家 也保持开放态度 肯定年轻人的想法 事实上 又好烧又被称为 随心所欲的吃料理 因为二战之后 人们因为贫穷 所研发的食物 有什么就吃什么 原本是只有面糊 葱和柴鱼片 随着经济复苏 才有绞肉的出现 除了提供给各国领袖的食物 受到注目 夫人们的衣品 也成为亮点 日向夫人跟预告 会穿牛仔服亮相 为的就是推广 广道牛仔布料 还亲自为奇迹上色 当伴手里 送给居三名领袖的夫人 而会上的另一个亮点 还包括领袖们 做的木头衣 也是定制款 号称坐着就可以轻松转身 方便左右交谈 严肃的外交场合上 种种细节 也成为媒体焦点 接着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